自有人類文明存在,就有罪案的發生 極度深寒奇岸,帶你進入犯罪者的黑暗世界 當時捉了她回來 捉了她回來之後,她就在那裡說 她說,喂,不行了,捉了她 給了一些安眠藥,她又會醒來 然後就打電話給她家人,又說給錢 另外,她也用太空卡,插了一張卡進去 準備打給她爸爸媽媽,但她們是傻瓜 因為那張太空卡,插了一張卡進去 雖然她是一個太空卡,但你的電話不是太空電話 你明白嗎?一樣可以追查到你的 於是,她就想,喂,不如這樣吧 那小孩一不做二不休 那小孩見過我們 反正通過視像指控,認得回我們的 兜口兜面球時見到我們 不如這樣吧,你帶她進去廁所 你辣死她 剛才那個劉智偉就說 不辣是呀 殺人? 喂,你是你叫我捉人的 有什麼理由你叫我辣死她 你自己辣吧,賜辣 那張誠就說 喂,平時我養你,給那麼多錢 你在吃的紅箱給你 你不是想著反過來咬我吧 大家一起做吧,誰辣死有所謂 劉智偉就再反抗的時候 張誠誠就跟她說 你再不辣死她 我就辣死你 那天你避開錢給我吧 幾年了,你的生意又找不到 全教我養你,不是我養你 你在吃糞便 你辣不辣 於是他想著想著 嘴,那個劉智偉也說 我真的做不到啊 那沒辦法了 他做不到 那個張誠誠 剛剛不是說過的嗎 他不是屠夫嗎 屠夫 於是他就 挑你陋味摞筆 菜刀,帶著手套 想著不等 便巴掌聲,沒有批它 他批了在廚房 很冷靜地 他就有想著 他就叫他,你這個傻子,殺人你不夠膽 拚東西就大大力 你現在這樣,你一出去拿兩千元,買一部絞肉機回來 那部絞肉機買一部更厲害的,知道嗎 劉志偉就在想 買一部絞肉機,整面之後肉飯,神經病 沒辦法,他都拿了錢,出去買 就買一部絞肉機回來,放下的時候 誰不知,這個年輕人,豪仔 已經被人家用電線辣死了,帶進廚房辣死了 辣死了,把肉切開一隻手,支解 準備丟到絞肉機,但絞肉機一般有硬的骨頭 不是那麼熱水得到的 於是他就卡住了,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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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他就想一想 你和你不能碰 對呀,對呀 於是他就把那些刀,把那年輕人的肉 全部削下來 然後拿那些肉 就全部逐個逐個插進去碎肉機 就搞呀搞呀 都沒有形容,當成都很恐怖 真的很噁心 另外搞完之後,他又丟一些 又丟一些下去,一個引水道 丟一些又沖到廁所 但是張世豪剛才還有骨頭 書包呀 衣服呀 很多東西在那裡 人頭呢還有 怎樣丟 人頭你搞不了了吧 於是他們呢 就拿了人頭,把所有東西 就包在紙箱 然後呢,就開了一部Jib 他們本身已經準備了一部越野車 就準備向一個,第二個方向丟 一路去到郊區呢 丟一些下去坑渠呀 丟一些下去樹叢呀 丟一些下去樹叢呀 最後呢 剛才他就跟那個年輕人說呢 他就說 來年輕人 你不聽話 我就丟你到黃河的 嗯 他終於切了年輕人的頭 就把年輕人的頭 丟了下去黃河 這樣那個年輕人 一被人捉了 第一個晚上 已經被人勒死 碎屍 弄碎了肉 沖到不同的坑渠呀 引水道那裡 嗯 剛才話說他拿了十匹東西 那就要拿錢呀 這個張誠聖呢 又怎樣劉志偉 喂 拿錢呀 殺了人呀 死了 死了 你去山西拿錢呀 欸欸欸 碎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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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沒拿錢呀 你可不可以按機呀 知道了 知道了 於是乎 他就拿了一張提款卡 當然是太空提款卡 就馬上走進途中 其中這個地方就是山西晉城 其中一個地方 他就去ATM 叫做ATM 按錢 按一下 按一萬 按了兩萬 去到差不多 按一下 好